港股方面,人民行就連續多日向市場注入流動升 亦都是因為降低恆大債磨擬機的影響 現時來看恆大在市場傳聞的銷升面仍然是幾多的 我們預計投資者會相對保守 即使美股昨晚是大幅上升 我們預期今日港股是維持在區間上落 恆指短期的阻力位在十天線25,070點左右 昨天港股通的成交錄得4.6億的淨流出 華雲電力和騰訊分別錄得大概7億淨流入 吉利安搭分別錄得大概5億淨流出 另外,習近平主席也承諾停止在境外開建一些新的煤電項目 投資者預期會加速傳統煤電企業的轉型 華雲電力預計可以受惠 華雲電力的股價來看,累積的升幅都幾多 所以我們建議等待股價調整的時候收集 支持位大約在10天線的 另外,美國收益率上升和英銀行預計的加息 也會利好銀行股 我們建議收集匯豐和中銀等等的金融股 在過股推介方面,我們今天會談及蒙牛羽葉2319 蒙牛是積極拓展高毛利的產品組合 包括常溫奶、低溫酸奶、芝士和餘酸飲料等等 目標2025年將收入翻倍 而今年的收入目標增長14-16%左右 也預期利潤率會逐步擴大 蒙牛在今年7月入股國內領先的芝士企業 妙可藍多 雙方合作在營銷品牌的供應鏈方面 可以產生強大的協同效應 公司目標3年內芝士的產品銷售 可以超過100億人民幣 公司上半年高於市場預期的表現 亦都印證它的產品創新和升級策略的執行力 我們預期公司的利潤率上升 可以支持到股值的持續調升 建議投資者等股價回調的時候吸納 目標價是58元,支持價是45元 謝謝 上述海基分析員為證監會持牌人士 提訴海基證券亞洲有限公司 從事相關售規股活動 其及或其有聯繫人士 並沒有擁有上述有關建議股份 發行人及或新上市申請人資財務權益